在这次疫情中我们发现呼吸器的不足 人工检疫呼吸器可以让大量病人第一时间都可以得到抢救 但医护人员需要长时间人工按压 增加人员感染几率导致疫情扩大的可能 所以我们实际访谈了医护人员 发现检疫呼吸器无治疗效果 医护人员的按压新劳 机械是呼吸器的不足 ASR可以保持手动按压的模式 也可以加装自动压麦袋和干粉药物 让手动呼吸器达到机器式呼吸器的自动化给养与治疗效果 减轻医护人员按压呼吸器的辛苦 微行马达自动化伸缩的压麦袋来按压气囊球 达到自动不间断给养 下方进气口可加装过滤罐 上方可加装干粉药物 气口面罩降低医护人员手压住病患面罩时的疾病传染率 透过APP可远距了解压麦袋运作状况 救护人员可在送救过程 操作压麦袋界面 送到医院后 医护人员可以使用医化护理工作车使用APP 或送到临时医院 由医护志工用手机使用APP